現在消費者的需求 一直不斷地在改變 如果你想要奢華 又要狂野地頂級享受的話 市場上面有沒有符合的選項呢 當然一台車能夠吸引你的點 除了性能的表現之外 創新的科技是不是也能夠 抓住你的目光呢 不用請家蕩產 你也可以買到最先進的 高科技車款有哪一些呢 首先我們就先帶大家來 新車開箱一下 Audi全新的頂級性能的旗艦車款 S8來到我們棚內了 艾蕩 這一次其實我們看到 A8也是跟S8同步的發表對不對 是 關於這台車我真的是超愛的 對 感覺你已經整個熱血起來了 你剛剛講說是頂級的性能房車 確實 這台車確實是頂級 因為A8已經是這個奧迪車系裡面 房車最高規格的旗艦車款了 S8又是在A8這個系列裡面 最頂天的一個車款 怎麼說它的頂天法 首先我們知道奧迪是非常具備有 科技設計的一個產品 那當然S8裡面最特別的還是在 它的這個性能選項的部分 那其他呢 你說奧迪該有的一些 什麼科技配備 例如說 它車內的內裝 很多數位的螢幕 電容式的觸控等等 當然這一台車上都有 不過我個人為什麼這麼興奮 你看我嘴巴笑到這樣子 呆 一具V8鋼內直噴雙渦輪增壓的引擎 哇 那個動力嚇死人 而且在同級距裡面 唯一是有這麼大的動力 加上48伏的Meyer Hybrid輔助 光是這顆引擎就有 571匹的最大馬力 它的扭力更是來到了800牛頓米 觀眾朋友們會想說 你們不是每次講這個48伏 不是都有才額外的助力嗎 沒錯 這一次 這一顆V8引擎所配置的 這個48伏的Meyer Hybrid微油線系統 另外可以再增加11匹的最大馬力 以及55牛頓米的最大扭力 聽起來這個數字 是不是令你感到很興奮對不對 這麼大的一台房車 冠儀 零百加速 3.8秒就可以達成了 所以它的車格大概破5米對不對 這幾乎 對 這是一個大轎車 但是這個動力性能 幾乎已經接近要到超跑等級的 一個動力性能了 非常非常的強悍 再加上這麼大一台車 它擁有非常靈活的一個 操控的表現 為什麼 因為它也是唯一配備有 這個Quattro全時四輪傳動的一個系統 當然這一套Quattro的系統 在操控上面還有一些獨門的強項 我等一下再跟冠儀裡面分享 首先我們看到在外觀的部分 你可以發覺S8的這個前面有 冠儀那邊有一個叫做S8的專屬示灰 對不對 對 S8的它這個外觀的這個保險桿 是多層次以及立體的這個輻射狀 也是獨特S8才有的一個選項 S8的這個頭燈也是配上HD的 高階矩陣式的頭燈 這一顆矩陣式頭燈也是相當的厲害 至於有多厲害 我覺得 對我來講不是太重要 就是該有的它有 它該有的都有 好啦 冠儀 我知道你迫不及待的 想要來到車廁 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這樣子的房車 看起來很斯文對不對 你看到沒有 它連旅圈 這一次這部車旅圈選上的是有選配的 要14萬多的一個選配價格 它從原廠標準的20吋的旅圈 升級到了21吋 你有沒有看到 這是時下非常流行的一個 槍灰色的塗裝 當然裡面有一個非常大的紅色的 紅色的不能說是香蕉的 但是就是一個非常大的 巨大的一個剎車卡鉗 很多時候你會說 現在不是流行SUV嗎 為什麼 因為SUV第一個 視野好 空間寬大 除此之外 SUV還有很不錯的一個 進出的高度 進出的便利性 但是SUV也存在了一個缺點 叫做什麼 重心偏高 沒錯 可是像我們這種年紀 就是50歲了 你要進出這種跑房車是 我們每次講的是怎樣 疊進去 疊進去的時候 腰一不小心閃到還不得了 這一次奧迪的S8 其實相當的貼心 怎麼說 冠儀你來看一下 哪裡 它還是滿低的 我要打開車門 如果上車的話 你會發現這台車 瞬間彈跳起來 真的嗎 讓你有很好的一個進出高度 看一下我們這個車子 我現在要開門 我們這車馬上會彈起來 好快 這個速度是瞬間 超快的 對不對 而且伸的幅度滿高的 是 伸的幅度非常高 所以冠儀你要知道 當整個車身伸起來之後 我們要進去 就不用跌了對不對 對 我們很舒服的就可以坐下去 所以這個時候就非常非常地 體貼 骨骼比較老一點的老人家 它是性能車 它就有這麼貼心的一個配備 那當然內裝上面我們不再多做介紹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太過於奢華 尤其是門板上面 你看看 它也是碳纖維的裝飾 另外出風口是 冠儀你看到沒有 它連出風口是隱藏式的隱藏出風口 另外它也加了這個 卡榜的一個裝飾在上面 所以沒有開的時候 就是你看到整面的這個碳纖維的飾板 當你發動吹冷氣的時候 這個冷氣出風口會掀開來 所以跟時下現在流行所謂的隱藏式 冷氣出風口的設計 又有一個不太一樣的這個邏輯 那冠儀你會說 那這個車子 這個懸吊系統是為什麼可以升高降低 其實它是配置的這個 主動式的氣壓懸吊 什麼叫做主動式的氣壓懸吊 只是為了讓老人家上車方便 或是開的時候 你看它現在 也不是老人家 你也不老 我們現在把這個車子 車門關起來之後 它又緩緩地降低了 它反而降低是比較慢是不是 回復到一個正常的行駛模式 那當然這個行駛模式 就會有很好的操控表現 以及低重心的一個優勢 那當這個氣壓懸吊 除了它這個很 我們看起來很棒的一個功能 很炫的功能之外 另外真正炫的部分 其實在其他的地方 我來跟冠儀你講一下 因為這一次主動式的氣壓懸吊系統 它是具備有這個 預知功能的 怎麼說 就是它很聰明 它其實透過車前方的攝影機 它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 是坑坑巴巴 還是一個平坦大道 怪你你知道 如果遇到坑坑巴巴的狀態之下 那個車子開下去會這樣 前後 左右 黃後 所以大家會不舒服 如果這一台車 它發現前方的路是坑坑巴巴的狀態 它主動的就會去調整 它的電子懸吊的舒適度 讓這台車可以很輕鬆 平順的度過凹凸不平的路面 這是它的氣壓懸吊 加上主動懸吊裡面其中一個選項 增加它的舒適性 那當然我還是要再上車一下 因為如果我發動這台車子 冠儀你會發覺 我要聽那個聲音 因為V8的引擎 就是一個非常 魂厚低沈的一個聲浪 對 而且愛想你不是說 浮游48V嗎 是 對 48V的系統可以在時速55公里 到160公里的這個區間帶 甚至是引擎shutdown 用滑行的方式來做節能 而且它的動能回收的力道 高達12千瓦 哦 冠儀 你看 奧迪著名的這個Drivecelet 用電容式的控制器 可以在這邊去選擇 另外我現在給它選擇什麼 你的車降低了 是 因為我現在選擇的是動態模式 所以它又降得更低了 你有沒有發覺 有 我在旁邊好明顯的感覺 有啊 我有點暈 幾乎已經算是改裝車 這個暢練的情況了有沒有 對 當然冠儀你再注意聽一下 我們現在讓你試一下這個 引擎的聲音 現在我們設定是在安靜的一個狀態 其實沒有很吵對不對 對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自動 或者是選擇運動化 有沒有看到 有 有沒有聽到 它的整個排氣的聲浪 就變得不一樣了 有好鄰居模式 也有狂暴模式 沒錯 所以當然開這個車開起來 你就會有那個非常 舒服的一個享受 那來到車尾呢 冠儀你看到沒有 後座的部分其實 它也是相當的奢華 對 它現在又升高 地板又升高 因為我開門嘛 它覺得我要上車了 讓我有一個很好的進入的角度 那後座其實你看到沒有 它也是有非常大的一個 空間的表現 另外呢 其實它也有電動的一個 這個側邊的遮陽臉 來到車尾呢 冠儀 OLED 這是OLED 我剛剛講那個 薄片式的一個這個燈光 燈型的一個表現對不對 那你看後面一樣是 釋出的這個排氣尾管 非常非常的壯碩 那當然還有一點 我還沒有提到的 什麼 剛剛我講了什麼 講了說 它的Quattro系統對不對 對 Quattro系統表示它是 全時四輪傳動 它有非常好的抓地力 這個資深一點的車名 都會印象都有非常深刻 就是這個Quattro 當年在展示的時候 它是爬這個滑雪道 這個車輛爬這個滑雪道 那其實這一台的車的Quattro系統 它的後軸呢 其實還有配置一個動態差速器 這個差速器就厲害 它是在左右兩輪兩側 都分別各有一個離合器 來控制左右兩輪的一個這個輸出 冠儀啊 好玩的點又來了 如果我今天再左彎 我的右後輪是什麼 是屬於外側輪對不對 它會在外側輪施加更大的扭力輸出 讓這台車模擬好像是後驅車一樣 有那個轉向過度的那個感受 啪 就會溜一下 對 就會感覺屁股在動的感覺 那車頭就指向了這個彎心 你就可以用更好的速度來去出彎 但是這麼大的一個動力啊 如果啊 後輪轉向過度會怎樣 會Slide啊 很容易去壓出去 就會甩尾對不對 它確實 事實上用這樣模擬後輪轉 後輪這個驅動的一個方式 讓你能夠擺動你的屁股 但是又確保四輪有足夠的抓地力 讓這台車穩穩的 在你想要的行進路上前進 所以它循跡性會更好 你說像我這麼愛開車 又喜歡挑戰一下 比較熱血一點的 對 血液比較熱的人 這台車是不是太適合我了 非常適合 是喔 對 可是有一點比較不適合我 就是它真的有點貴 因為它的報價是新台幣875萬 就這一點不適合我 其他都適合我 是 這台車是在搖滾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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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